一个新的提案 按照美日安保条约 同时适用于钓鱼岛 这样一个情况去修改 改他自己的防卫合作指针 我补充一下这个张将军的意见 就美日安保条约 你如果研究它的全文 它一共有十条 前面几条都是 第一条是用户和平 第二条是经济合作 讲究一些这方面的 就是大分化之的原则 那么第三条和第四条 我觉得也相当重要 一个是讲日本自卫力的发展 那么这次他没有提 就是他的国防守权法 以及后来美日安保条约 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没提自卫队 它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是不是它的军费 要通过1%的国防预算 GDP要通过1%超限 所以这方面 美国和日本没有进行过协调 但是它第四条提出一个 要双方可以随时要补充 增加一些补充性的协议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安保条约签订以后 它通过国防授权法 然后美国要加打这一块地方 对日本的军事上的投入 它的加以保护 那么其实你安保条约 它算下来以后 它本意上就是说 如果发生战事的时候 双方要各自回归 各自国内的法律 和相关的规定 也就是说美国要向国会 即提出要求 然后申请美国 对第三方来参战 那这就中间碰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这个法律障碍跑道 因为美国现在 它在中东打了这样两场 失败的战争 所以不太可能跟第三方 再掀起一个相当大的 这个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所以这个安保条约 它的本意就在于 在日本出现危机的时候 美国可能对日本提供一些 情报方面的支持 搜索方面的支持 医疗救护方面的支持 甚至弹药方面的支持 它可能是这个在 如果想到就是54年的时候 美国和当时台湾签订一个 这个美台防御 共同防御协定 但是58年 823炮战一响 那么美军见到这个 当时蒋介石的那个军舰 那掉头就跑 那致这个54年的美奖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于不顾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 即使是有一纸公文在 但是当日本和第三国发生 特别是跟大陆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可能也会弃日本于不顾 看来这个美日安保条约 现在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 还是对于日本来说 都想让它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的程度 那其实在钓鱼岛征担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可以看到 美国方面的影子 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相关方面的信息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开始的一段时间 美国方面屡屡有较为强硬的表现 2012年8月16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 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而从8月21号开始 美国海军陆战队日本自卫队 进行了37天的联合军演 演习的科目是躲岛和反躲岛 随着钓鱼岛问题的逐渐升级 美国方面的立场开始有所调整 不再表现得那么强硬 并开始试图通过外交斡旋 给钓鱼岛问题降温 2012年9月5号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 表示美方对领土问题不采取特定立场 不久后的9月17号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短暂访日 呼吁日本从大局出发处理钓鱼岛问题 此后美国高官频繁访问中日 调停钓鱼岛争端 而11月上旬举行的美日联合演习 为了不过分刺激中国 演习内容并未公开 但与此同时 美国也在加紧与日本商量 调整防卫合作指针 帮助日本应对中国 刚才在短片当中 我们了解了在钓鱼岛发展的过程当中 美国态度的一个变化 美国态度从一开始 似乎就是非常模糊的 对外表态都没有非常的明朗化 但是背后却跟日本之间 搞了很多联合的军事演习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就是美国当时 它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要有那样的态度 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美国其实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 态度前后是矛盾的 一开始的话 应该算是从4月份 实验室太郎访美 在美国宣布要东京都 要购导 所以闹剧是从这个源头开始的 那么从这个源头开始 那么当时美国第一个阶段的话 就是表示中立 这是你们两家的事 跟美国关系不大 所以说第一阶段 美国表示的是这么一个态度 第二个阶段 就是日本就找他 说是你这个美日安保条约在这 我们跟中国之间 关于钓鱼岛的争端 你不能中立 对不对 美日安保条约在这 美国第二阶段也搞演习 就这么来的 演习一个多月 在这个天津岛那边 搞登陆演习 就是日本的陆军参加海军陆战队 在搞的这样的两栖登岛的演习 搞了一个多月 这个第二阶段的搞演习的过程当中 这个帕内塔没有工 让帕内塔放华 放华这个时候他想调解 别闹了 这个事 想调解中国 想熄火 这个事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两家事 犯不着你来调解 你就自己愿意干啥干啥 哪两块哪些 这事 等于第二阶段就这样 到第三阶段 就是我们谈国防授权法 美国开始明确这个事 就是钓鱼岛 适用于美人安保条约 就等于把这事定性了 现在折腾了 从大半年了 快一年了 我自己回顾 为什么四月份 十元神太郎到美国去 把这个事挑明了 就等于挑事的是 十元神太郎 最后干成事的是 野天江宴 9月10号把他勾导 把拿张支票给立元国企 就等于从私人手里买来了 这个让我一向好想到 1999年3月24号 当时发动科索河战争 说发动科索河战争 是干啥呢 主要的原因是 1999年1月 欧盟当时是一个国家搞欧元 美国借着打南联盟 去打欧元 如果把这样一个思路 弄过来以后 那就是说 今年四月份 十元神太郎 在美国宣布 够岛闹剧 那么日本和美国之间 背后有没有阴谋 就是借着这个事 来打压 中日之间的 本币结算这个事 如果说 把它作为货币战争 这个背后有这样一个 那么如果按照您这样的分析 这个跟货币战争 能够扯上关系的话 那么看来美国是想 借钓鱼岛争端 来进一步打压中国 但是我们看到 九月份呢 美国试图是通过外交的方式 来进行斡旋 比如说派出一些官员 在中日之间的扮演 所谓的调停的角色 那美国后来又是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是打一下再拉一下吗 张建订提出了一个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这个历史大事 它挡不住的 中美之间它的外貌 我们的贸易量 今年突破5000亿美元 所以这个它就是 过去十年 你看中国在01年的时候 我们的GDP只有 1.2万亿美元左右 但是经过这十年 被美国的不断地被欺负 到现在呢 01年的时候 我们的GDP 大概是7.5万亿美元 就在跟美国做斗争的时候 我们双方的经济啊 就不管你政治上 有多少摩擦 双方的经济 还是不断地向前发展 所以说美国想借日本 来打压中国 从经济上打压中国 打压这个东北亚 我们讲自由贸易区的行程 它其实是这个 有备于它自己 想做的这个TPP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重返亚太 想搭这个东亚的 这个顺风车 经济顺风车 恢复美国经济 跟它自身的 可能搬起石头来 会砸它它自己的脚 那么从政治上考虑呢 我觉得美国最大的忧虑 也就是说九月份 我们要求美国 在雕一岛问题上 要谨言慎行 美国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是有差不多 一个月期间 它是谨言慎行的 再三表态 主权问题上不采取立场 但是后来看到 中国的航母下水 看到中国的一系列的 尖端武器的发展 那么美国就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 不跟日本联手 那么这个 在雕一岛问题上 再给中国 来做出一个榜样 就是说你 这个雕一岛问题 中国不能碰 如果碰的话 那么如果中国 在雕一岛问题上 取得阶段性的胜利 那它就会觉得 就是说它的 所谓的岛链防御 会一败涂地 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吗 对 这是美国 它觉得它是一个 战略大的战略失败 所以美国人呢 现在我四月份 七月份 还有十一月份 都到美国 去跟这些美国的 这些将军 和这些战略决策者 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这个忧心忡忡 对中国的军力发展 就美国难以把握 忧心忡忡 表面上还通过奥巴马 来跟中国领导人 说软话 但实际上 他们已经磨刀祸祸 已经开始 对中国进行防范 所以说我们提的历史文献 这个钓鱼岛属于中国 他觉得这个不重要 日本的长期战友重要 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铃国 战略同盟国 那个最重要 当然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钓鱼岛属于谁 这并不是他最关心的 最关心的是 这个钓鱼岛争端问题 是不是还操控在美国人的手里 所以说 刚才您提到了帕内塔 帕内塔来进行访问的时候 似乎外界都在解读 是不是来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钓鱼岛争端问题 其实美国也只是想 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 也不希望它真正的变成 一个非常扩大化的一个争端问题 太对了 现在美国就钓鱼岛这个事 说白了就是这样 钓鱼岛这个事情 就是美国借着钓鱼岛这个事 在中日之间制造事端 没有这个事 那么中日好了 美国是不愿意看到的 你看历史上 中日之间和好有几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1972年 1972年 中日要邦交正常化 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的时候 美国就把钓鱼岛这事 这不就埋下一个伏笔吗 对不对 那就是1972年规划重生协定 中日你们俩要建交 你们俩同文同种 你将来弄一块去 把美国赶跑怎么办 所以就把钓鱼岛给扔这了 放一渗水让单 那么现在今年4月份 今年4月份是让神员在那 在那搞买岛这个闹剧 那就是中日之间40年 今年为什么4月份要搞呢 你们今年一系列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40周年要纪念的活动 美国就是让你这个活动搞不下去 你中日邦交40年 再搞一下 以后又友好 那你美国在这个地方怎么混呢 美国必须要掌握东亚的主导权 不能有第二 必须是美国主要的 那原来纪山有几副想搞这个东亚共同体 那美国说有我份没有 那纪山说你又不是东亚共同体 有你啥呢 那美国说没我那也没你 就把纪山给弄下去 那就是这个问题 中亚桌岛前不能是中国 更不能是日本 必须是美国 所以说您的这个分析呢 是比较新的一个角度 就是看来钓鱼岛争端 还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这个岛屿争端问题 看来还是美国想介入一场贸易战争的问题 刚才您提到的说 就是美国希望借钓鱼岛问题 使中日之间的关系既紧张 但是又不计划矛盾 那这个分寸的拿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美国是如何拿捏这个分寸的呢 我觉得美国它拿捏 也未必能够向它如他所愿 拿捏得那么精准 因为一切东西都在变化 中国也是中美关系 它的发展当中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变量 那么日本也是一个变量 所以我想我经常在思考 这种大的这个战略关系问题 也就是说有几个假设 就是现在美国这样的表态 就一旦钓鱼岛问题发生争端的话 那美军一定是以某种形式它要介入 或者是指挥日本的这个飞机 指挥日本的自卫队 来做幕后的这个推手 幕后去操盘手 可是按照刚才张军胜的解读是 美国是不愿意出血的 张将军那个解读呢 是美国不愿意介入一种大规模的战争 但是在有限战争或发生冲突的时候 根据它现在安保条约第五条 我觉得美方一定会提供弹药 提供这个情报 进行联合性的这个 比如说医疗方面的 对日本进行帮助 因为这是安保条约规定的一些 这个美方的义务 它不能不致这个日本的这些同盟国 于不顾 所以在这方面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的话 美国的立场一定是站在日本一方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们要考虑几个大的这个战略性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 我在外边去 跟我们一些朋友啊群众去聊天的时候 聊到钓鱼岛问题 大家都义愤填膺 就是中日双方 就是在钓鱼岛问题上 我们这方面是不是会联合对岸 我们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 一起去做一点这个联手性的行动 做一点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走到哪一步 是不是宜江盛用追寻扣 完全占领钓鱼岛 这是中国的一大战略考虑 是 中国一定是有中国方面的战略考虑 而且中国走到哪一步呢 这个看来也不仅仅是跟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问题 其实最大的对手呢 还是美国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美国现在已经在 对待钓鱼岛争端问题上的态度明朗化了 比如说新出的这个法案增加的条款 比如说强化美日之间的同盟关系 强化美日安保条约的作用 那所以说接下来 既然说美国想要利用钓鱼岛争端来加紧介入亚太的经济发展 那是不是还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呢 美国下一步的动作的话呢 我感觉是这样 就是现在有几个方向啊 几个方向来判断 一个方向呢 从经济方面去判断 美国的经济到现在离了中国的经济 如果他不和中国合作的话 他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合作伙伴 像中国这么好的 一年五千多亿美元 这样大的一种合作的这种伙伴 那说不跟中国和欧盟合作 欧盟自己都吃不饱饭 都饿肚子呢 谁跟你合作啊 那跟日本 美国现在这个借债率 就是他借的债是他GDP的一百倍 百分之百 日本是百分之二百 那日本比美国日子还难过呢 那谁跟你好 所以只有中国 中国百分之八 明年百分之八点五增长 这个肯定是 美国首先他作为一个总统也好 他首先要算经济账 老百姓民生搞不上失业率增长 那他当啥总统 所以这是他必须要考虑和中国 由于这一个限制 决定了他不可以在安全问题上太冒险 比方说因为钓鱼岛问题 日本说咱们哥俩伤了好了 跟中国打呀 美国不会轻易干这个事 不会干这个事 他要是打之前 他要考虑几个事 刚才我说的经济上的问题 还有中国是安理会 常人理事国 还有中国是核大国 你随便打我一下 你随便打我一下 打成个啥 给我弄下一架飞机来 给我打成一艘舰艇 你想跑都跑不了 你招惹我一下试试 你往哪跑 我跟你没完 不是说你跟我 你打我一下试试 我跟你没完 你这中美开战了 你这开玩笑了 你说这个日本在前方 在那跟中国闹一下 搞点摩擦 美国他把日本人打伤了 到美国那个医院船上去 给救治救治 开个刀啊什么 缝两阵呢 或者给他送点吃的喝的呀 包括送点弹药 这个都可以 提供一点情报支援呀 告诉他我哪个健在哪 你指挥他 那个我看不见 我眼不见心不烦 所以说是不是 你真跑前都去试试 是 所以说是不是这个钓鱼岛 也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牌 而这张牌就是 美国在打他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想引起 中日之间的摩擦 或中美之间的摩擦 只是想利用它 作为一个筹码 来跟中国之间 下一步的合作 来进行谈判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玉棒相争渔翁得利 那个河水干了 出来一个棒 就那河棒 河棒以后它没水喝了 太阳晒的话 它就张开了 张开又正好飞了一只鸟 那个鸟是老长的 那个嘴的那个鸟叫玉 是个老玉鸟 像是说 我每天想吃你的肉 吃不着 你在水里边 这下你行了吧 张开了 我正好吃 那个河棒说 你想得美 你吃吃吃吃 甭 一嘴进去 它给它夹上了 这个鸟说 那你放开我 我挺疼的 那个说 你不是想吃我肉吗 你忍着点吧 这俩正在这 鱼翁来了 所以你们俩较劲呢 平常你在天上 我抓不着你 你在水底下 我也捞不着你 现在你们俩那一块 走吧 一网打进 美国就想干这个事 预报到一块不较劲 那美国它不能够取利 那现在如果说 不上美国的这个档 其实对于中国方面来说 这个分寸也不是特别好拿捏的 其实我们研究中国和美国 过去这个我们 美国过去 一共建国以来 200多次战争 大概190多次 都是在海外作战的 在本土的战争很少 那么我们中国呢 你看过去30年 我们最多是向对外派出违和部队 我们没有这个对外侵略过 那么几次发生 现在这几次冲突 比如说这个黄岩岛事件 比如说钓鱼岛事件 都是其他国家率先 它引起引发争端 然后我们被迫做出反应 而且中国做出的反应 也是相对很有理性 所以中国爱好和平 这句话 它是言之有据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美国可能 还是他看到中国这个强劲的发展势头 他感到这个追追不安 其实现在美国 中国 日本 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 那么在这个时候 都应该一心一谋发展 那都应该改善外交空间 但是呢 这个现在可能问题的 这个罪魁祸首在日本 他连承认有争议 他都不肯承认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就是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中国人民是不好欺负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掉一道事件呢 还在这个 现在按照现在的模式 如果日本继续挑起争论呢 那中国可能会做出 被迫做出更强硬的反应 那这个时候 美国也会投鼠机器 虽然日本是它的战略盟国 但是中国是一个更大的 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更大的经济上的战略盟国 它未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 但是一定是经济上 和其他文化上的战略盟国 从这点上来说呢 美国它会忌讳 或者是会倚冲中国 所以说这个大大年时间的 钓鱼岛争端的不断升级 也可以看出 最初大家讨论的都是中日关系 中日之间会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的态势呢 越来越明朗化了 因为日本背后 有美国力量的介入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还涉及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 对于整个钓鱼岛争端的影响力呢 其实都是不分播种的 那如果说我们看钓鱼岛争端 背后的美国角色 其实它的分量也是相当重的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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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海峡两岸